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在直播上 我跟大家说 我说9月18号 三个九 三个九啊 那个止病会出什么大事的 结果直播里 有另外一朋友说 头哥这是918呀 我傻瓜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说有首歌不是叫918吗 我说对对对 是叫有首歌叫918 我才反应过来 然后呢 但我个人坚持着 哎呦 我说止病会出什么事的 我们就这么看着 结果结果后来 有朋友姐就列 说头哥出事了 F35 F35我自己没有反过来 那后来说飞机 哎呀 我就想起来在推特上 一大早 是有这个飞机的事 那我当时真的没在意 因为我们通常 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中国的新闻吧 因为中国现在 中国的新闻就在习近平身上 由后来我就突然意识了 刚才才意识了 F35战斗机 那查了一下 这出了天下最诡异的事情 截止到现在 推特上 就是X2 全都是F35 这件事情 发生在昨天 在南卡 一个训练基地 一个飞行员 这个他是什么 第501编队的 飞行员驾驶的 最昂贵的战斗机 F35 大概价值 八千万到一个亿 一架飞机 他的研究经费 是几百亿啊 在他正常驾驶的过程中 结果这个人 跳飞机了 就跳伞了 跳伞 他到现在没说 什么原因 跳伞 没说 这人跳伞之后 落在了民宅上 后来被当地医院 就收到当地医院 下面我能看到 这是我能知道的 到现在披露出来 而这个飞机呢 在他跳伞 跳伞的时候 他给放在了 自动驾驶的档次场 飞机没了 飞机没掉下来 那他为什么跳伞 不知道 现在没说 这出了 这就见了鬼了 那结果竟然出 是美国国防部啊 五角大楼是哪 美国政府应该说 发出通知说 说老百姓 谁看见F35战斗机了 给汇报一下 出了这种荒谬的事 然后有的议员呢 就开始在媒体上 就开始嘲笑 F35找不着呢 你让老百姓给你打电话 汇报说我看见F35了 怎么可能 就出了 这是出了极其诡异的事情 这件事情大概是 到现在没找着这架飞机 这架飞机的石油油箱的续航力 大概一千两百公里 那他途经的地方会经过一个人工湖 但听起来不是很大 但他最厉害就是 他是目前全球最高最尖端的隐形战斗机 他的隐形促成了 连美国人自己也找不着 这架飞机上哪去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段故事 他现在还在讲说 美国军方讲了 没有 现在找不着 不知道在哪 他报道 基本报道故事 我就在推特上随便一找 找到置顶的 说那 然后这个人就说 只有在拜登的名下 才会出这种事情 这是一种嘲讽了 那但嘲讽的本身却出现了 出现了目前 我们看到难以解释的 真正难以解释的现状 那这个说法说是 他的整个应该是停止了 飞行员从飞机出来了 但是飞机却在自动驾驶状态下 那而美军却无法跟踪他的根据 原因就是他整个一切都是屏蔽 隐形战斗机 那所有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美国军方也没有说出怎么样 那为什么 然后这里说 为什么 驾驶员跳飞机了 就明确就这么质问 我就跟大家问 为什么驾驶员跳飞机了 而驾驶员跳飞机的时候 飞机是没有毛病的 是正常飞行的 那什么原因不知道 我现在就说什么原因不知道 这是都是在讨论的 世界上最昂贵的飞机消失了 现在依然在消失 然后说 美国军方官方说 进入了一种迷失状态 失误的状态 当时同时有两架飞机同时在飞 出事的时候 那而且两架飞机是 应该是一个主机一个辽机了 那现在不知道任何原因 他为什么不工作 就是为什么没有状况 发生的事情是在 叫北 叫什么呀 北查尔斯顿 查尔斯顿 应该叫查尔斯顿 北查尔斯顿 应该是难卡的 他的续航能力 应该是一万两千 一千两百mile 但是呢 不知道 并不知道他自己 留在这个飞机的油箱里面 有多少油 他跳飞机的时候 但整个工作被迫呢 现在在叫芒吹湖 这个湖面上在寻找 距离这个他失踪的地方 大概五十个mile 那这次这就出现了非常诡异的 但是呢 如果比如说掉在湖里了 掉在哪里了 以今天美国现状 就是包括美国空军基地 所在的地方 他不应该不知道 我只能说不应该不知道 如果 人们当今最先进的战斗机 把自己给干了 这把自己给干了 不就像当初 海默在造原子弹的时候 人类终于造成了 可以毁灭掉 毁灭自己的武器吗 那人类终于造出了 造制造者 自己找不着的战斗机 这是很荒谬 很荒谬的故事 让有人说 那陶哥你怎么看 我只能说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人们出现很多事情 会起悟着人们 从摆脱科学的角度 甚至嘲讽科学角度 去思考 说句心理话 科学的一切 是人们站在自己的 努力跟欲望的基础上 一种真正发展的结果 人们在科学的发展的过程中 就奠定成 另一类的人定胜天 这是肯定的 那这么高级的战斗机 出现这么荒谬的事情 人们说 到现在没有人敢说 这是一种神秘 有没有神秘的力量 没人敢说 因为找不着了 眼瞪眼的找不着了 那起码战斗机 它有热源追踪 它要烧油嘛 对不对 那你美国的 美国的卫星也好 美国的间接卫星 雷达也好 你从热力的寻找上 也起码应该可以吧 咱们就说这意思 那它在飞 它在烧油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嘛 我们从一个最笨的角度 所以我愿意把它理解成 一些极其诡异 却这诡异的基础 是在抨击的人们 对科学的迷信 我愿意这么解释 有趣的就是 我们金融典机呢 在起来的时候 2007年 2007年 当时是6月份 当时是5月底 我们金融典机是 2007年6月4号开播的 所以5月底的时候 当时我拍过一个影片 拍过一个片子 类似的 就是想去拍金融典机嘛 所以做了一个片子 讲述大概2005年到2004年 美国的一架核潜艇 一艘核潜艇 是第七舰队的 在太平洋 西太平洋是太平洋哪里 走失了 没了 失踪了 就不知道哪去了 大概在这边呢 两天的时间 它自己出现了 却出现在 白陵海峡出现在那 那没人知道 它怎么上那去 但是舰上的人 包括他们的手表 大概前后 只差了一个小时 所以他们并没有 以为过了两天 他们一点一概念都没有 他们当时只是 进入了一个 被他们称为 有点像迷雾雾的状况 雾的状况 那个说法呢 就跟通常在百分大三角 是说法类似 那这个飞机 是不是遭遇了 美国上空的百分大三角 不知道 只能说不知道 但现在所有人在讨论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梗概 那我想这可能是 9月18号真正的大事件 因为它冲击的是 美国的所代表的 真正的科技的概念 那什么力量 就什么原因 促成这种事情 今天成为了追逐对象 其实就是 坦白讲对人的一种 你说叫关心也好 关注也好 我觉得你怎么叫它都可以 我只想说 它展现了人们的局限 就人类生活的一切的 当今科学的一切的局限性 英国的美日电训 这是他刚刚更新的 F35战斗机没了 僵尸状态继续飞行 因为没有人控制 自动控制 飞行员在北查尔斯顿上空 跳伞的时候 价值一亿美元的 闪电二型隐形战斗机 依然在自动驾驶 那他为什么跳楼 为什么跳下来 不知道 昨天下午发生的 而且他很安全的落到地上 但飞机没了 而他弹出的原因不详 这是基本他 更新之后阐述的状况 飞行员安全落在住宅区 他被送到一个监狱 这个人叫梅兰尼 梅兰尼少校可能是空军的发言人 不是这本人 因为飞行员的名字没有公布 那该联合基地叫查尔斯顿联合基地的少校 希尔说 根据失踪的位置跟轨迹 F35战斗机应该的重点是在他该城市的北边50英里处的叫做莫尔特里湖 启动前 跳伞前 启动了自动驾驶 他为什么这么干 为什么 不知道 他们没有表明飞机真的坠毁 到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说飞机真的坠毁了 那该人造湖深75英尺 宽14英里 F35续航能力1200 不知道留下多少油 这都基本上对等的 另外一个基地的发言人叫做哈金斯 原因不明 35的应答器无法正常回答 那我们向公众提出求助的原因 就是我们找不着他 美国军人的笑话我们找不着他 希望公众能帮着找着他 真是笑话 真的是笑话 那喷气机 是完全隐形的 所以有着不同的涂料跟设计 在该地区天气恶劣之后 南卡派了一架直升飞机寻找 到星期日 什么都没找到 那 官员们调查 飞行员为什么跳伞 不知道 另外一架飞机回来了 这是另外一架飞机回来了 这是那个湖 女议员 当地女议员说 你们到底怎么把飞机弄没了 飞机怎么会没有跟踪器 你怎么能让公众去找一架喷气室 隐形战斗器 他说简直你开玩笑 然后他提到说 整个维持一架战斗机 他说2023五月份吧 维护战斗机 总共计划花费 一万七千亿 应该是他全部的F35战斗机了 他超过预算一千八百亿 是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他里面就讲说 他隶属部队 然后后面就讲述了 F35 对不起 2018年首次出现状况 那次被称为紧急事件 但现在没有结果 一切都没有结果 我个人坚持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也没有第一手材料 但我坚持着看法 在9月18号出现的故事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打击人们对科学的迷信 如果没有其他 如果他现在永远找不着的话 因为里面从飞行员 从自动驾驶 从飞机本身 目前整个过程都是一个不知的迷惑的过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